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我从去年3月1号开始在家工作 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今天就来稍微记录一下 我在日本在家工作的一天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哦 每天早上都睡到自然心 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鸟叫声 真的让每天的心情都很好 打开窗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哇哦 是蓝天 今天也要好好上班加油 先来换衣服吧 在家工作的好处就是 不用花时间在打扮上 换好衣服 另外打开房门走到二楼 不需要通勤30分钟 我马上就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主要选在二楼工作室 我要同时准备我跟老公的午餐跟晚餐 首先我先来泡咖啡咯 早上没有咖啡我是醒不过来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自己磨咖啡豆 享受咖啡 在冲咖啡的同时我会把昨天洗好的碗 放回原本的位置 洗碗机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接着刷牙洗脸 擦个保养品 我就准备上工咯 没错你没有看错 我是全素颜的 公司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化妆的 如果没有化妆他们会把镜头关掉 像我这样不化妆又开镜头的人 真的是少数啊 正式上班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油淡泡去装满热水 在冬天我的四肢很容易冰冷 所以我就会使用油淡泡 把它放在我的脚底 这样保持我脚底的温暖 无敌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油淡泡 它的单价非常的便宜 这样大概只需要四百五百日币而已 完全不会耗电让你的脚底 所以是保持温暖 超级超级推荐的 而且市面上有很多可爱的形状 我是选择这种非常普通的 好吧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脚底 盖上我的小被子 我就准备开始上班咯 首先我会先花三十分钟 确认全部的邮件 然后跟当天的形式 我今天早上有一个会 下午有三个会 基本上我就是一直坐在这个餐桌工作 接近中午我就会开始料理午餐 今天是把之前腌好的鸡肉放进去气炸锅 时间到了中午 我就会把周末做好的一些长备菜 拿出来摆盘 今天摆盘的非常简单 是醋洋葱以及醋红萝卜 还有醋小黄瓜 虽然都是基底都是醋 不过我有用稍微不同的调味 所以吃起来味道还是非常丰富的 忘记拍摄 不过旁边是在煮味蒸汤 我们的鸡肉也已经烤好了之前腌的酱 闻起来超香的 好我们把它夹出来 上面绿色的是海带牙 不仅健康无油腌又好吃 我真的好爱气炸锅跟腌鸡肉的组合 因为餐桌被我占据成平日上班的地方 所以我们平日的午餐跟晚餐都是在沙发区配着电视节目 日本中午的休息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都会在一个小时内吃完 然后收完碗盘 再进入下午的工作时间 今天的阳光真的很漂亮耶 我觉得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面工作 让人家感到舒服 好啦其实中午的碗盘也没有很多 稍微的用清水冲一下 我就准备把它放进我们的洗碗机里面 因为量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会午餐跟晚餐的碗 全部集合一起晚上才开洗碗机洗哦 剩下来的就是一些不能进洗碗机的东西 我都是会在吃完饭后就尽量把它马上洗起来 进入下午时间 通常下午的会议比较多 长期坐在这样子的木头椅上面 其实舒适度是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我常常靠伸懒腰来舒缓成痛 日本冬天时间大概四五点 天就会黑了 我会开灯 然后顺便把窗帘带上 避免外面的人看到屋内的状况 稍稍头继续回位置上工作 大部分的工作我会集中在六点半之前 完成六点半开始准备晚餐 晚餐通常都非常的简单 大概都是我在周末已经准备好的料 来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番茄猪肉蔬菜汤 很简单 把周末切好的蔬菜放进去 剩下来的番茄酱鸡底 倒到锅里 然后再把剩余的猪肉片全部放进去 就完成我今天的晚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周末想好菜单 平日进行执行的话 其实是很省时间的 用这一台万能锅 我放进去30分钟 他就自动帮我把蔬菜汤煮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大概都会在7点左右开始吃晚餐 吃完晚餐之后 如果工作还没结束 我就会继续工作 结束的话 我就会看一下日本的一些综艺节目 大概9点半10点 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已经变胖了 接着我会从二楼远端遥控 一楼放热水 听到这个音乐就表示 一楼的热水已经放好咯 戴上我的睡衣 我就要下去进行泡澡 舒缓我一整天工作的皮肋 泡完澡全身都非常的舒服 把头发吹干 刷完牙 回到二楼 把客厅整理干净 洗碗机也都给它启动下去 东京女子的在家工作一天记录就结束了 感谢把影片看到最后 那我们下一集见 我休息一下 晚安